您可能不知道维他命C含量最高的是新鲜红枣 从古至今也都是养生美容圣品 而近年来中药才涨翻天 对红枣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有机红枣一斤更高达800块 一位拥有美国森林科学硕士学历的年轻女生 6年前举家迁移到苗栗公馆乡 就是为了栽种有机红枣 而其中的酸甜苦辣 我们一起听听她的故事 对 这是最好吃的 经历一夜露水随手一摘 每颗红枣像是海绵一样 吸着饱饱的水分 你看 咬下去很脆 非常甜 好吃的红枣是 就是甜中它可能还有一点酸 7月底到8月是最忙碌的时候 红枣结石累累 高挂枝头 映照一旁绿坡般的玉田 交织成一幅美丽的农村景象 清晨五点就得来果园采果 尽管毒辣的太阳让人汗水直落 但高兴的是标出的热力也吹出着红枣 由轻转成漂亮的朱砂红 新鲜的它一斤卖到240 干燥的一斤快要800块 淑慧创造了台湾有机红枣界的天王和天后 尽管价高却总是卖到缺货 有机的方式其实它的那个树 其实它是很健康 它会自己从土壤里面去找它要的养分 所以我们也不用给它过度施肥 老客户他们每年这个时候就会一直来问 红枣有多红 淑慧就有多黑 在已经有138年历史的红枣故乡 苗栗公馆来说 它其实还是个小学生 六年前才从台北市移民来到公馆的石墙村 开始一家人还有狗狗Mia的早生活 人生就随缘了 因为我原来是喜欢动物 那后来念了森林之后 我觉得植物是等于是一个大地的基础 刚买到这个地的时候其实真的很高兴 觉得哇 我本来是要来找地 结果我没想到还附赠一个农舍 那除了农舍又有这么多珍贵的红枣树 所以大家都说我钻到了 密德像是钻石般的地 爸妈和弟弟都举双手赞成 于是把台北房子卖掉 来个举家岛内迁徙 就从原始的60棵红枣树开始经营 但第二年正要庆祝大丰收时 爸爸疯在一扫 红枣像是爆米花全部爆开 八成全成了落果 好吧 反正老天爷每年都要跟你抽税 有时候抽得凶 有时候比较好一点 那既然这样 那你就照自己想做的去做 所以从那个时候就 我就开始很认真去看说红枣的施肥 然后病虫害有哪些方式可以去控制 八八风灾促使淑慧积极走向有机 而当时种植红枣的120家农户里 也只有一家是有机栽种 他们一开始就一直说 你们草那么长要割了 你们那个叶子掉不行 一定要喷药 那个草这样除草剂喷一喷就好了 干嘛那个整天蹲在地上拔草 他们就会觉得说 你们台北人怎么那么咸 不管当地人怎么看 他就是甘愿做个时间的洒子 尽管早修并威胁着叶子 依旧坚持以生态农法进行土地管理 点点小黄花的蔓花生 就是将空气中游离的蛋固定下来 它是最好的滤肥 而且不会长高 但是杂草总是高过于它 因此要不断地除草 穿梭在果园的鸡 也是提供养分的最好帮手 放木动物的好处就是让它 有均匀的肥分下到田里面 所以对果树来讲很好 它可以就是好像三餐 它都有一点点东西可以吃 所以与其说是在种红枣树 不如说是帮土地打好地基 连树的方式都很科学 常常是你又不能讲说 那个第几牌第几棵树 其实你也不容易记得 所以后来我就临机一动觉得 那我干脆给它们编号 那编号你就可以做记录 所以你一共编了几个号吗 我们连树的地是大概500棵树 一大枣采好的红枣 整粒红透的就叫宰藏蚊 所以说这是选美的第一名 因为它是在枝头上被太阳晒到全红 甜度高达30度 17度的飓风葡萄根本比不上 但一棵树上也难得有几粒 而最多的就是半边红的和蕴开红的 离之后的红枣就得赶快进到室内 再进行淘汰赛 它有的就是台风打到 然后它枝条受伤 所以它就软掉了 这次树立应该很大了 100斤有没有 100斤 500棵红枣树一共有五个人管理 妈妈 姑姑还有弟弟负责采收和除草 淑惠主要是管理 行销和加工 老爸就负责放牧鸡群 还有红枣的捷径 你大型洗 对 我想大型都要洗 要买到他们来看才说 哦 因为台北人 那很讲究卫生 我放在口上也很厉害 成家的红枣 一定要经过两道清洗 灰尘落土洗去后 透出光亮外皮 就像是为美人胚子 魅力四射 接下来就是长达七到十天的 高空日光雨 用玻璃屋的方式 事实上是比较希望干净绝尘 那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在夏天常常有西北雨 突然一阵大雨 那就会影响红枣干的品质 一般枣户都是在地面晒红枣 盖起玻璃屋则是成霸的主意 从此红枣不用担心虫害 和雨水 这样的设计也让周遭早农们学习 经过不断翻动 七天后的清果就转成 艳丽的火红色 因为水分慢慢不见 然后它是逐渐变干燥 所以它的果皮吃起来 不会像烘干的这样 比较硬 然后它的果肉的湿润度 就会比较均匀 白天热到爆 晚上冷到要盖背 反复热胀冷缩 苗栗公馆的气候特质 造就了红枣绝佳品质 不仅甜而且香 此时玻璃屋就像是间闻香房 因为它晒 然后它的香气会停留在这个屋子里 所以即使我们这样一个产季晒完结束 红枣都移出去了 这间都还是红枣的香气 红枣的维他命C含量 像是苹果的90倍 有着丰富的纤维素 还含有四种人体无法制造的氨基酸 自古以来就是炖补养生美容盛品 宋朝以来就这么形容 一日食三早百岁不嫌老 最后宫嫔妃真香食用 龙年师龙子 淑慧就说 他自制的黑糖红枣姜汁茶 就卖到大缺货 熬了一整碗 放木鸡做成了红枣炖鸡汤 也成了他们餐桌上最常出现的汤品 你21年吃不是八十年 对啊 对 我爸爸说他要夹霸鸣 这块土地好像一个稀田 他就把我们家 还有很多认同的朋友 就要慢慢吸过来 住在台北的时候 一家人难得有机会聊上几句 来到乡间全家投入生产 反而有共同话题 甚至带动有机蜂巢 一家子早生活 找到原与自然 最和谐的互动 他说过系加上 对 还有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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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